对中共体制内各种政治力量 您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察呢 习家军 这就是在我们在大陆的 很多人议论的滋江新军 那就是指他在浙江的时候 他带出来的一批人 您说的这种变革 是不是会让中国走到 苏联 戈尔巴 侨夫的路线 最后这个中共党又改头换面地存活下来呢 我觉得不可能 中国共产党 它不可能在将来的这个当中 再成为一个占主导型的这个党 但社会的精英和党内的精英 会不会联合起来 形成各种新的政治力量 来共同地来推动国家往前走呢 我觉得是可能的 大家好 这里是观点 我是唐奇威 今天观点节目的嘉宾是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被视为是红二代的蔡霞女士 因为称中共党为政治僵尸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黑帮老大的言论 使得蔡霞教授成为近年来少有的来自中共体制内的意见学者 这么多年来 蔡教授一直在思考如何在中国实现和平政治转型 一起来听一听蔡教授的观点 蔡教授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有这样一种说法是红二代蔡霞来到海外之后 带来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 就是换人不换智 您会如何回应这样的说法呢 我不这么看 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五月份的那个音频 我确实在那个地方讲了的第一句话就是 当务之急是换人 因为你要知道你要想换智 首先得打开僵局 只要习在台上 这个僵局是打不开的 因此你只有把习先挪下去 然后才有可能改变这个僵局 所以换人只是第一步 其实我那段音频当中还有第二段 第一段是二十分钟是讲换人 然后第二段的音频是九分多钟吧 就是讲制度必须抛弃 说到换智 您曾经是中央党校的教授 对中共体制内各种政治力量 您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察 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 党内的这个状况 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就目前来看 一类就是改革派 最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赵子杨和胡耀邦 他们是站在人民一边 改革不是为了救党 而是为了走向中国现代文明 但是邓小平呢 他推动中国的改革呢 他是觉得这个党 照原样不能维持统治了 他两个地方突出了历史局先行 一个就是80年的四千人大会 就毛泽东的这个历史地位的评价 和毛泽东思想怎么看 邓小平挡住了 全党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反思下去 因此这就到了89年的时候 邓小平开枪 所以我们讲到邓小平改革有功 开枪有罪 除了这个改革派 您刚才提到的三派 另外两派是哪两派呢 一派就是无奈派 这是党内的绝大多数 因为改革派 大家知道这一脉一直都在延续 就像包括任志强 但是无奈派呢 大家过去不太注意的 这个实际上呢 现在还有一个话讲呢 叫沉默的大多数 在党内 我把这个无奈派 现在分成是两大块 一块就是官 比方说省长 省委书记 然后市长 市委书记 然后部长 副部长 这一类人 然后另外一类的无奈派是什么呢 是廖 这个廖呢 就是指在中央机关 和地方省市机关里边 干活的人 政府里的人 他是要大量的工作的人 那因为这两派呢 他是被裹挟着走的 哪边的力量大 他就可能就跟着哪边走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 专营派又怎么解释呢 专营派呢 我把它分两类 哪两类呢 一类就是那个习家军 这就是在 我们在大陆的 很多人议论的 滋江兴军 就是指他在浙江的时候啊 他带出来的一批人 对 他在浙江执政 有些人是从那个 福建带到浙江 他起家是从福建开始的起步 所以福建的一批 浙江的一批 上海还有一部分 一小部分 这是我们讲专营派 这是他的习家班底 他自己带的一批人 还有就是清华的同学帮 这就是他的这一部分 这些人呢 是一类 还有一类 占营派是什么呢 这一类的人 不是习家的老班底 但他又想 专到那个习家军的行列当中去 比方说李鸿忠 比方说陈全国 真正的铁杆 专营派大概也就10% 就不得了了 您刚才提到 中共党内改革派 这一脉是一直延续到现在 您还提到了 您的朋友任志强 但是有不少观察人士认为 继胡耀邦跟赵紫阳之后 中共党内其实已经没有改革派了 您会如何回应呢 我倒不一力同意这个说法 其实胡耀邦赵紫阳以后 党内仍然是有很多改革的 努力在推这个党往前走的人 我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地方上有一批的官员 在努力地在探索 他当地的一些改革的东西 比方说一个吧 就浙江 浙江的那个义乌的小商品市场 那么这得寓于什么呢 当时在义乌的那个县委书记 再比方我们讲说深圳 所以我觉得他实际上是 后来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 他是一直在往前推进的 但是您说的应该是基层 党内的高层 如果是有健康的反对力量的存在 为什么习他可以在权力搏斗中胜出 完成他的超级独裁呢 为什么没有人可以阻止他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它不是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要讲到是 这个党内的体制问题 毛泽东也是没人能制约他 因为党内没有制度 后来邓小平讲 因此要强调党的制度建设 但是呢 实际上你的制度啊 它有根本的东西就是权力结构 当权力是高度集权的时候 你只改那种技术性的局部的操作的那种制度 没有用 你不把整个权力真正按照民主的方向 去分权制衡 你是没有办法解决他的 所以到了习的时候 他就可以很轻易的来拿着这个权力 就国家权力和党的权力都控制在他 一个人手里头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他 您之前谈到换掉习已经成为党内的共识 假如可以换掉的话 您觉得由谁来替代习最为合适呢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为什么呢 换习我觉得应该是个普遍的共识 尤其中高层 我的感觉除了习家军以外 大家都知道这样下去不行 但是谁合适 我觉得可能党内没有共识 就是说因为明确的就讲 如果说我们大家公认了谁是合适的人选 这个人选一定被习搞掉 您之前也谈到过 就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习 您觉得这个体制还有换习的能力吗 如果没有的话 您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现在体制内换习 你照正常的这个程序去做 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上次在讲到说 我说如果你们前常委 是吧 前政治局委员 加你现常委 现政治局委员 你们能不能为这个民主的前途着想 坐下来开个会 少数服从多数 做个表决 请习下去 我说实际上按照常规的那个做法来讲 是不可能的 但是中国在走到现在这个阶段 你可以看到它的国际环境和国内 都是复杂多变的一个环境 因此什么样的突发因素 突发事件 谁都很难讲 所以我觉得将来有可能就是在 充满着偶然性 或许在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 或者偶然的一个导火线 一下子就把局面给炸开 是不是就突然的它就能下去 谁也说不好 您之前有谈到 体制内外的精英可以合作另外阻挡 但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 您说是共产党这个外壳必须被抛弃 您所指的这个政治外壳是什么呢 政党这个概念 它就变成了一个神圣不可质疑的东西 你一说到中国共产党这个党 就变成了伟大光荣正确 没有人可以质疑它 那么因此我们讲像这样的一个硬壳 它禁锢着人们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因此我觉得这个外壳必须要把它打掉 破除它的天然政治正确 我觉得要把这个东西打掉 我们才可以真正继续谈 中国现在这个状况 我们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我们可以怎么解决它 刚才您也提到没有人可以质疑这个党 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您所谓的这个另外阻挡 具体应该怎么实施呢 我讲另外阻挡是指什么呢 是指当社会在发生那个大的政治转型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这个神圣的外壳 一旦被打破 那么无疑它就把党内的一批立志于改革的 和在思想上倾向于希望国家好 希望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这些个我们讲无奈派 释放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概念谈问题 而真正是打破这个外壳以后 党内这些愿意国家往前走的人 他才能够有发挥他们作用的这个空间和机会 我知道您一直在研究 如何在中国实现和平政治转型 您说应该把改革一词换掉换成变革 您所指的这个变革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变革和改革这个词啊 其实我是对体制的思考而提的 中国的政治转型 其实转型的是一个根本制度的变革 体制的变革 那么我们讲过去为什么讲它是改革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那个时期啊 他在49年以后建立的共产党领导计划经济条件下的 这么一个领导国家建设的这么一个体制 到了文革的时候 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所以当他们把江青啊 张春桥 姚文元这些人就是扫除以后 马上就要提出一套新的 与毛泽东的那个思路不一样的思路 然后才能够使这个党来维持政权 78年到89年这个十年 其实是中国的 由极权政体逐渐地走向威权 但是我们讲了 邓小平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他的局限性就在于他要救党 他要挽救这个政权 所以当你到89的时候 真要提出来民主政治 真要提出来这个选举的时候 他不干了 然后到了90年代呢 我们讲江上台了以后 他头三年在干什么呀 头三年在那搞反和平演变 他按照这个极左的思路 在继续地抵抗 抵抗整个这个国家发展的民族潮流 和整个世界的这种民主政治 往前推进的一个浪潮 他是抵抗的 但是邓小平比他看得远 邓小平知道 你照着原来这个思路走 这个政权是维持不下去的 因此他到南方去视察 讲这个发展市场经济 因为按照江泽民那个和平 反和平演变走下去 把邓小平那个十年全部都推翻了 那么邓小平何以在历史上 还能有自己的一笔 我们讲到90年代 如果你说他是2.0的这个极权主义版 他说2.0的极权主义 和那个威权主义的因素 是交织在一起的 那你还可以讲改革 因此他尤其在三个代表思想提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想把中国推向 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方向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要提变革 就是因为在2012年 习上来以后 他把整个这个党的一个 摇摇摆摆地往前走 还能够改革的这个方向 整个一个倒转 退回极权主义 而他退回的这个极权主义 和90年代的极权主义 和那个毛时期的极权主义 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 不同在高科技 就是我们讲的信息化大数据的监控 他可以做到精准的监控 每一个人 他可以24小时 全方位的立体的 全天候的来监控 这个是极权3.0版 极权3.0 那这个是不是之前 人类历史上都从来没有碰到过的 对 我们在前几年 其实在大陆的学者当中 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小的 一个团队吧 就我们内部三观是一致的 但是那个分歧还是很大 那么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我们现在已经是后极权时代 他看到的就说社会已经有了 比方对外开放啊 人们已经知道不再像过去那么封闭啊 公民社会也在生长啊 但是另外一种观点呢 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倾向的这个观点呢 是我们不是后极权时代 我们是从威权时代 退回到精致的极权时代 这种精致的新极权时代 它超过了历史上的毛泽东时期 在它的野蛮和凶残这个程度上 它不亚于希特勒 甚至于它比希特勒更要凶残 我把它归纳为几个特点 一个特点就是高科技的 全天候的立体型的监控 全党全社会 第二个就是 它在党内采用的强力打压 党内的不同意见 因为这个体制 从50年代的极权体制 到80年代威权的 这个逐渐的有所松动 到90年代的市场经济 它给了党内干部 很大的一个空间是什么 你就可以贪污 那么因此这样的一个体制下 所有的干部都不干净 当你要发出不同意见的时候 它就说你有贪腐 所以它在党内 把党内的不同意见 用这种方式来清洗掉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规矩两个字 它认为你犯了规矩 你就有了弥前打罪 它认为你这个事情做的 在制度上不允许的 但是它认为和党内的规矩的 那你就成了有功之成 因此用规矩和用反腐败 它就可以把党内的所有人压倒 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党内的反对力量 没有办法来制约它 这就是极权统治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在民间社会 过去我们知道 就是中国的那个法律制度 是不健全的 习在十八届四中前会讲到 这个党要依法治国 大量的制定法律 对不对呢 表面看是对的吧 但实际上他把这个法律 拿在手里干什么 拿在手里当镇压人民的工具 还有一条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党 它是一个垄断国家资源的党 所以它可以掐所有人的脖子 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看到比方说洗装人 大家都知道的 大学老师吧 然后我开除了你以后 没有一个地方敢聘用你当高校老师 比方说就是他现在对很多就退休的老人也是这样 他就只要你有不同意见嘛 我剥夺你的养老金啊 取消你的养老退休待遇 现在老人有这么一大块的人 他不能讲话 他把所有人的脖子都卡住了 包括这次的内蒙 大量的蒙族的干部 他们也站出来就是要保卫自己民族的语言 这个本来是应该的正当的人 但是他可以讲 如果你不把孩子送到学校里来 那你就开除你的公职 还有一条 我过去以为啊 你不在体制内吃饭不就行了吗 你在体制外当你的企业家 不对 他现在就说 他可以用那个就是阶级斗争的语言讲 说你民企业家就是民资本家 那资本家你剥削是不是有罪啊 那我国家就是在政治上就要歧视你 然后我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来打压你 听您描述这样一个精致的极权主义 那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制度 如何才能完成您所说的这个变革呢 对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 你不要指望它在内在可以改革 它是不可能改革的 因此这个制度必须是变革 整个的抛弃这个制度 就是等于如果要用解放这两个词 这两个字来讲的话 要是全党的党内的九千万党员获得解放 要是14亿人不被这个党绑架 获得解放 必须是抛弃这个制度 之前您也提过党主立宪 辞落不通 那在您看来 共产党之外的制宪主体是什么 如何才能形成呢 制宪主体应该是14亿中国人民 但是这个制宪怎么能够实现 其实是个很艰难的一个过程 它的这个艰难在哪里 我的感觉就是它需要我们抛弃 我们原有的这种思维方式 什么思维方式呢 让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啊 就是体制内的改革力量被体制打压 被习残酷的打压 但是呢 它还不能获得就是体制外的一些改革 和希望中国往前走的一些人的理解 它认为你只要是体制内的 你只要是共产党的人 你肯定都是有罪的 实际上呢 这种打压它变成了一个什么 就是左和右都在打压 希望能够推进国家往前走的 那么这种思维必须要改变 要防止以中共思维反中共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种思维突破掉 把所有的力量能够联合起来 您刚才说到党内的九千万党员 不应该被绑架 还有体制外的民主力量 对体制内的改革力量的不理解 我就想到很多人会不会有这样的顾虑 您说的这种变革 是不是会让中国走到苏联 戈尔巴乔夫的路线 谋求不留学的转型 然后最后这个中共党又改头换面的 存活下来 我觉得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你就看苏联吧 前苏联戈尔巴乔夫 他推动了整个党内的变革 然后这个苏共这个党呢 他最后在人们的唾弃身当中 我印象特别深的这一点 走出克林伯林宫的大楼 人们都在唾弃这个党 然后这个党最后残存下来多少人呢 就残存下来极少数的那些个老人们 他们还留恋苏联共产党 而他已经不成气候了 是吧 那么因此我们讲 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不可能在将来的这个党中 再成为一个占主导型的这个党 但社会的精英和党内的精英 会不会联合起来 形成各种新的政治力量 来共同的来推动国家往前走呢 我觉得是可能的 有一种说法是 中共体制它无法被撼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直到今天这个体制 还是得到大部分中国百姓支持的 尤其刚才你也提到 就是习它是用反腐来打压反对派 但是这个做法是成功的 因为很多中国老百姓 他们是恨透了腐败 他们其实并不在乎高层的权力斗争等等 我不知道您的观察如何 这个呢是有一定的道理 我觉得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很多人他把这个问题看到局部的 他不会看到这个根 你反腐败对不对呢 但是你没有想为什么会有这些贪官 为什么打掉一批贪官又来一批贪官 制度的更换才是真正比人民的这种 就是安居乐业的一个根本保障 这个在底层社会它是想不到的 这是第一条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精英 所谓讲的社会精英 它承担的更多的责任在这 我们讲精英和社会的大众自分 其实在这边精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他有更多的义务 他必须要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第二点呢 在哪里呢 坦率的讲 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皇权政治的社会 崇拜权力的心态 权力不受制约是根本的 他不考虑 他考虑的是哪个人好和不好 西方社会政治学当中有一个 有一个概念叫斯德哥尔摩心理 被虐待的那个环境当中 刚刚有点好转 你就感谢他 感谢那个虐待你的人 他这种斯德哥尔摩的这种心理啊 他其实他是没有改变过 因为他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 根深蒂固的专治政治 他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的 一种很深厚的文化形态 这种文化形态和西方社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是不恐惧权力的 权力是我要监督和制约你的 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来 有很多既得利益者中产阶级 您觉得应该如何去说服他们 推翻这个政府 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换党才是符合他们的利益 这个问题其实我跟你讲 我讲一段那个故事跟你听 薄熙来在重庆 胡作非为 把那个重庆的很著名的一个民营企业家打死了 后来我们把他的女儿请过来 到内蒙 跟当时的内蒙的那些民营企业家的那个商会 然后我们来讨论就是说 当政治权力胡作非为的时候 我们企业家能够怎么办 是去推动国家的政治改革呢 还是逆来胜受呢 是吧 你知道我跟你说我们原来期待的 或者是我们以为的 企业家说我们抱谈取难 我们联合起来推动国家政治改革往前走 结果呢你知道他们企业家怎么讲 他们企业家再加讲我们一个人的力量都不过他们 那我只能就是说保自己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实际上啊 就是说这个社会本身的一种政治意识的萌发和生长 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并不等于你收入达到了中产阶层 你就自然的就会成为一个社会中间力量 所需有的那个思想素质和政治素质 它仍然有一个社会生长的过程 您批习还有批评中共党是政治僵尸的说法 使您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 但是也有这样的声音认为 中共政权自建立以来 从来就是政治僵尸 您批评习近平的这些话 其实用在中共任何一任国家领导人身上 都是不为过的 这样一种声音认为 您反习的背后 其实是代表了一股被习打压的政治势力 您会如何回应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政治僵尸这个词 中共还真不是从来就是政治僵尸 中共在什么时候 党内的那个民主发展的稍微好点 就是所谓讲民主 实际就是让大家说两句话的时候 它有可能就会遏制这个错误的东西 然后它就有可能改变一点情况 当什么时候内部高压 压制残酷的压制不同意见的时候 它就完全丧失了纠错能力 那么它就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僵尸 那么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政治僵尸 因为它完全没有能量来制约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那么我所代表的 或者讲说和我有共同的想法的人 是吧 就是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并不是去为了挽救这个党 而是使得这个国家能够走出这个僵局 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能够不断地往前走 这点特别重要 所以如果你要说是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大家都有这个共同愿望 我认可 但是你要说是我能代表大家 我觉得我做不到 因为我只能谈到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您外表看起来很文弱 但是却非常的有反骨 您为什么有这样的个性 在您的人生当中 有哪些人哪些事对您的影响最大呢 可以这么讲吧 因为我的父母 我这个家族啊 他们都是在三十年代 就是当我外分就比较早一点了 他们都是在那个参加中共的 他们参加中共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我父母 就是他们就是真的是真心诚意地去推动这个国家进步 他们自己在家里教育我们的 他就是这么教育你的 所以你从小在家受到的这种熏陶 和你后来就是包括我们自己走上社会以后 一直在这个体制内 你天天听的都是正面的东西啊 你把这个正面的 人家是欺骗性的东西 你把他当真了 这就是我们这些人就年轻的时候 他形成了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东西 他不会改 这是一点 我觉得第二点就是说呢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 因为父母为这个东西奋斗了那么长时间 但是中国并没有走向民族政治 那么如果你要觉得你自己是父母的合格的 或者说那个孩子 那我觉得你子承父业你应该往前推 而不是你去享受 你要去享受变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 那我觉得不是父母当初参加中共 参加这个革命的初衷 所以我从这点上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和犹豫 就把这事情往前推进 好 这期观点节目先到这儿 下期节目蔡教授将和我们聊一聊 美中关系等地缘政治 对实现中国宪政民主的影响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观点节目让我们分享不一样的观点 我是唐奇威 谢谢收看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